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疲惫地擦了一遍一遍 车窗上的雨水仍旧不停地流下来 让人看不清这座城市 香港是一个童话 一个无中生有的童话 有人说它是东方蜘蛛 有人说它是玻璃之城 也有人说它是一个活在电影里的城市 不过在真正的香港本地人眼中 香港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小时候很喜欢滑地 画一些山啊什么城市啊马路这样子 可以画一个古代的城有城材这样子 然后画一些军队士兵这样子两边打来打去这样 或者是弹座是在一个足球两边比赛这样子 所以都是很多时候都是用一张纸 然后一直这样子在上面自己去画 自己去想象一个世界 那里面最大的摧尾就是想象或者是虚构 董启章是香港2014年的年度作家 天宫开悟 栩栩如真 是他2005年写的长篇小说 《自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这本半自传题的小说 通过董家的五金店铺 董富济的前世今生 讲述了他的祖父母 如何从广州来到香港 父亲如何在董富济里苦心经营 还有他自己如何在机器的轰鸣声中 渐渐长大 《家室见证城市》 一本《家族史》里记载的是香港的百年变迁 而我也想去看看不同世代的香港人 对这座年轻的城市 有着怎样的记忆和故事 那这边是博树街 这是我小时候住的 然后大概是六岁的时候搬过来 这是这一栋 哦 这边就是你小时候住的 对对对对 博树街九号 你看这些东西很明显 百树街没有百树 只是深水部平民区中 众多以树命名的街道之一 董启张家开的董富济 原来就在这里 小时候过来买这个王董 自己就偷偷过来买 但是不让妈妈吃到 然后过来买 然后放进去 开这个豆腔这样子 它就是小小的店铺里面 几乎是什么都有的 这种福祉现在在香港已经很差很差 在天空开悟 树树如真的开始 她一面回忆着老房子里的生活 一面和她虚构出来的树树 诉说着她的童年 树树跟如真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树树跟如真是同一个人的两面 这个如真是这个小说的主角 这个我的年轻的时候的一个 恋爱的真相 后来他们分手了 她就尝试在这个想象世界里面 重新去创造出一个人 叫树树 书中这样写道 窗外还有鸟鸣 只要不看出去 就可以把这里想象做整个世界 但许许不用看也知道 窗外是乱糟糟的楼房 破络混杂的旧区街道 没有碧海 没有蓝天 没有星河月 也没有蘑菇 狭窄逼泽的居住环境 是香港人心中难解的痛 对很多香港人来说 香港中环的摩天大楼 维多利亚港的无敌夜景 只是这座城市的门面地标 而鸟龙一样窄小的房子 才是生活的真实 大家的生活的空间都是比较小 但是我以前也不觉得是一个问题 大家都很习惯 觉得本来应该是这样吧 事实上很大部分的香港人 他们的父母或是祖父母 这一辈都是从内地来的 以前一代人很厉害的 他去到哪里 他就找到方法生存下去 这样子 非常就是质感性的 董启章出生的上世纪六十年代 正是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董爷爷开了一家五金店铺 董富济 买了一个车床 生产缝纫机的零部件 董启章就是在这些机器中间长大的 在那个所有香港人都勤奋向前的黄金年代 整座城里的人 都是听着各自妈妈姐姐们 采缝纫机的声音入睡 而董启章自己的玩具 一架老师收音机 则是一个内向的孩子 和这座城市之间 不言的秘密 在《天空开悟》里 董启章写道 这个世界里涌动着表达和沟通的热望 但却偏偏只能以隐晦的密码编写 只能以看不见的特定频率的电波发放 如果找到接收体的话 可以产生强烈共振 但结果大半却是渺茫 和小时候收音机的电波一样 写小说也是董启章和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 除了每周去香港中文大学 教几届文学创作课 董启章就窝在自己的书房写作 他想象一个世界 虚构一个人物 然后向他倾诉自己的故事 和对这座城市的情愫 他每天从早上八点写到下午三点 就像好友梁文道说的那样 过着全职作家的无业生活 他很不香港 没有人会像他这样子 就是躲在家里面也不愿意写专栏 不愿意干别的事 就非常专注地写长篇小说 几十万几百万字地在写 所以董先生需要加一个前缀的书摘式的文化人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 写的人他的动机非常单纯 就是觉得文学是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 重视不能出来 不能出书 不能为生 也没所谓 我就是要写 没人理你 你没有掌声 没有灯光 没有人访问你 你不会得奖 甚至连评论都没有 你更加不要赚钱 不会有赚钱 这么累 这么辛苦 什么都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写 答案只有一个 因为你业余 你爱 业余是什么 业余是amateur 我们是翻译的 是中文翻译过来 amateur 这个字 它原来有拉丁文的字 跟amore 就是爱 你写作 并不是因为你写作能赚钱 而是因为你爱他 你才写 梁文道是董启章的同龄人 但他是和董启章 完全不同风格的文人 他写书 做主持 写评论 草版香港的文化书院牛棚 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中 都能看见他的身影 我是香港人 是我选择的结果 因为我本来可以是台湾人 我本来可以是 回到我大陆的老家顺德人 我另外一个老家是河北 我还有个老家在西安 我还有个老家在杭州 真的 我奶奶是杭州人 在历史上的南中国海区域 从广州福建厦门 到香港 再到南洋的新加坡 马来西亚印尼 这里的华人来来去去 哪里可以谋生 就去到哪里 然后扎根生活 就像王家卫的电影花样年华的结尾 梁朝伟和张曼于告别说 明天我要去新加坡了 你去吗 我带你上去 为什么忽然之间要去新加坡 算是环境 所以听人说很多话 我们自己知道没什么就行了 那个走法你觉得很有趣 他要去新加坡 去得那么容易 那么轻松 今天买了船票 明天上船 仿佛就像是杭州人 搭高铁说我去绍兴了 就这么容易的 他就走了 但那个就是过去的香港 五六十年代就真的是这样 你真的可以东西 反正你的地方又小 你家里面没什么家的 随身行李包 所以说两个带着 提着上码头去 一个礼拜之后 在新加坡写信回来 我在那开始上班了 香港真的曾经是这么一个码头 而这个码头上有很多人 来来往往 走走去去 香港就是一个流动的码头 在那些难来北往的过客中 有张爱玲 她走在半个世纪前的 香港大学校园 坐在紫金树下 把泥南叙语 写成了清城之恋 在她的笔下 香港是一个华美 却悲伤的城市 还有梅艳芳 一手烟枝叩 写尽一世痴情 董启章的天宫开悟 栩栩如真 则是继异想天开 又沉重写实的家族史 深水不救民居中的一个普通人家 从广州迁徙来到香港 竟有三代人在这里繁衍生息 这样的故事在香港城中比比皆是 不管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 只要网上问三代 都会有一个关于迁徙的故事 我这位朋友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名叫郑家豪 他是世界武术锦标赛的男权冠军 也在亚运会上拿过武术比赛铜牌 不过我跟董启章一样 更感兴趣的是他的祖上来自哪里 又缘何来到香港 怎么在这座城市扎下根来 他们这样的武林中人 和香港电影中的武侠一样的生活吗 正凤驰师傅是郑家豪的父亲 四十年代生人 他家的凤小五项武馆 师出北少林八卦门 1938年 祖师爷从厦门跑到香港 郑师傅的父亲郑荣 就跟着他拜师学艺 他们会觉得只是路过这里 没有说真的想要 以这里作为他们的家 真正的香港的武术 是怎么传过来 最错的是 是从上面 一取着这个战争 就到我们这边 香港 他们不是在中央国首馆 就是在金无体有 去造权的 基本上都 我们也听不到 什么武士搞动人 你是香港人 基本上没有 反正我们这些中国人 就像我们熟悉的香港武侠片那样 因为是外地人 村子里的耗石之徒 跑来郑家的房子生事 郑荣被逼出手 一个人打退了二十多人 消息箭报之后 郑荣被称为万人敌 周围的村民也开始找他们交权 于是他们就在林间的一片空地上 把武馆重新开了起来 你好像是叫权利亚有地方 哪来武馆 就是跑到山上的一个空地上 人家来水就水了 没有水就没有水了 当时的社会 有些是跑光武的 他是老师做什么唱器 做一些扎杀 还有一些栽头卖母 他总有几句怎样讲的 我小弟 初度归劲 请祝各位多多报恒 现在虽然儿子家豪已经是世界武术冠军 来武馆学权的小朋友也不少 但是在香港这样寸土寸金的大都市教权 奉享武向武馆 仍旧入不敷出 郑师傅只能同时经营着一家爹打电 帮街坊看并卖药 三十年前 家武 不是尊重 你能够武后 因此了不起 因为单单是教权 不一定能够稳住 我往受的发觉 香港有个特色 他们卷营 卷营的人很快 一百五十年前 英国政府 香港政府基本上就不会给我们带什么 走什么路 都是我们自己创出来的 你照顾不得了我 我就是靠自己了 我看来这个是香港人的特色 香港人跑到爱边 每个人回来都是圈君丹人 其实你也不知道 不是什么圈君丹人 他们是很成立的 香港人能够生存到今天 已经养成了一个诗的 来练拳看爹打的街坊换了一波又一波 但是纱布 药壶 膏药这些每日接触的物件 几十年来一直陪伴郑师傅一家 在这座城市扎根发芽 练武术的人 他是很奇怪 虽然他不是练的一身很老公 只要他拜扭这个师父之后 他往后的儿孙 不管他跑到哪里 他总是会带他的子孙 跑到去 你见见我的师父 见他叫公公 什么 很奇怪 其实他的子孙 你不懂武术了 我叫他是有情缘 那么现在我现在都是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武术的独特 就像董启章在《天宫开悟》里面写的那样 在他们的父辈身上 在正直人懂父的时代 还存在着比较单纯的信念 价值和习惯 至少我们是这样的去想象 那个先人的时代的 我们借着这样的想象 去寻回一些 自己已经失落的东西 我们一般的现在 我们一般演出都是打出来 好像那男主角啊 那几个人都是打出来 所以我们都比较能吃苦 比如说每天练功都是流泪 现在回个头还感谢老师 那么老师教训我们不是练功关系 是做人的道理 不管用一句啊 其实就是一种教训 叫人家孝顺父母啊 别骄气啊 别骄傲啊那种 但会不会觉得很说教 都有的 但是说白了 他们经常说的 每天都说 那还是有人不孝顺父母啊 但是我们坚持每天都说 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 这天的演出 是针对小学生的免费推荐 他们希望更新的一代人 从小就记得自己的根基 香港是一个年轻现代 繁忙高校的都市 与此同时 这里却有着 对传统的执着和传承 和对过往时光的怀念 在人来人往 船只漂浮的码头上 最珍贵的是船锚 而在年轻的城市里 最沉重的是对旧物的依恋 每一件旧物 都是对浮动身份的确认 让人们在南来北往的码头上 依然记得自己的来处 我妈就在家里 收拾麻麻很多东西 很多舊的东西 它又不扔 不扔 但又保持得很好 然后找到一套杯 一只杯 一只碟 一只碟 有几套的 我拿出来 我第一个字眼想到的 就是广东话的骨子 那种骨子除了是 那套杯碟很漂亮之外 就是它对于喝茶这一样东西 那种细节 和整件事那种尊重 这种节奏是 这一个展览最想带出来的 就是一种慢的节奏 和一种细节 因为现在我们步伐太急 还有很多时生活都是被 大的环境推着你走 你的时间表基本上是不自主的 冯澄澄是个话剧导演 也是游街实现这个旧物展览的参展艺术家 冯澄澄是七十年代生人 父母都是四五十年代来的香港 对于童年生活 她有着和董启章一样的怀念 你自己小的时候香港是什么样子 我最怕我小时候 我爸妈是会 买一些新的电器回家的 譬如炸汁机 以前没有的 他们小时候在大陆一定没有 我妈妈就会 星期六天会问 我们下午吃西餐 好像很开心 西餐只不过是 不是用筷子碗 每天我们用的东西 或是吃的方法 而是会用一只碟 用叉用刀 小朋友就觉得很新鲜 大人煮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 把这些鬼佬东西来佬东西 放在家里 觉得很有趣 冯澄澄从小生活在港岛 甚至都没有在岛对面的九龙住过 但最近几年 却不得不搬到房租更为便宜的南压岛去 因缘制度就来到这里 所以首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这里 湖光山声很好 而是真的很便宜 之前我住在大坑 是贵到我已经去到一个地步 是应付不到 所以要找一个便宜的地方住 你知道在香港是很难的 即是港岛东的生活 跟南压岛要送我背影 我记得我搬进南压岛的时候 都是有一份朝九晚五工作在身的 我每天七点四船回九龙堂 回九点钟 每天如是 九龙堂南压岛 九龙堂南压岛 然后某一刻就决定 想全职出来做剧场 城市每天都在变化 快速的工作节奏 沉重的生活压力 让香港的年轻人喘不过气来 冯澄澄的旧物展览 也是想让人放慢节奏 去留心身边角落的每个细节 而作为香港前进进戏 剧工作坊的助团导演 他新进导演的话剧 城市一切如常 也讲述了 在这座冷峻都市中 生活的焦虑和困惑 因为妈咪做小的 对啊 我都因为听到妈咪笑 我才知道她回来 有人说 就是旧一代 就是我祖父爸爸这一代 当然他们是老实人 他们没有错 可能对这个地方的感情 没有这样的深 或者是所谓码头的心态 或者是其他各种各样的 但是呢 就觉得这种心态 到了他们这一代 完全不一样 所以觉得有一种新的香港人的心态出现 就是把香港人作为 是为自己的家 也可能是唯一的家 有人说 香港这座城市 是借来的时间 借来的地方 它的居民无一不是过客 来来往往的过客 不会记得 马头石柱上的藤壶 而马头也不会记得他 曾经吐纳的行人 但是 一代 两代 三代 城市的根 在倔强地生长 多元文化 开始在这里枝繁叶茂 一百年来 红色叮当车 还行走在港岛的道路上 穿过插满繁体字广告牌的堂楼 穿过晴天而起的玻璃大厦 穿过南来北往过客窗前的灯火 这座城市的气质 不东不西 既东又西 仿佛从天宫开悟之初 就是如此 许许如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